远景巡邏 發現前方有兩部小客車圍停在路邊 其中一台還是並排圍停 擋住道路就算了 抽象兩名男子還站在一旁酬顏聊天 於是远景上前關心 連同圍停在紅線的另一台小客車一併盤查 發現兩台車 雙方是朋友關係 而這在盤查過程 車內這名一頭金黃的黃姓男子 只見他眼神恍惚 手還不斷發抖 你手搓成這樣 你沒在搓 車上有東西沒 自己拿出來 懷疑是車內有圍禁品 遠景盤查 果然在駕駛座旁邊一個小包包內 查獲了毒品安菲他命和哈密瓜毒錠 事發在新北市板橋管前西路 凌晨一點多 黃姓男子和朋友相約要去打牌 結果因為圍停被抓到車子內藏有毒品 而男子聲稱為了提神 在查獲兩個小時前才剛試用毒品 這下牌打不成 先被抓到警局